习近平下战书 深化改革要做到得罪千万人 社会不满爆棚 三中全会将惊心动魄 中共省官直言 百姓心理恶化惨案越来越多 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已经超过了11兆美元 习近平恐怕还不知情 7月15号的时候 中共当局诞言了半年之久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终于召开了 而在15号的晚上 中共的官媒央视的新闻联播当中 就播发了一个长达12分钟的系列报道 当中就细手了习近平的一系列深化改革的举措 而当中就说呢 要达到中共的党建改革 得罪上千万人 这是来自美国之音的报道说 诞言了预半年的中国共产党的 第二十届三中全会 在星期一 也就是7月15号的时候在北京召开 而同一天的上午 中国的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上半年的经济增速为5% 分析师就认为 这是要以貌似平稳的经济成绩为三中全会来做宣传 却无法解释许多外资仍然在持续地撤出中国这个事实 因此外界无论是对中国经济或者是这一次会议的成果 都很难抱以过度的期待 在7月15号的中午 中共的官媒新华社发出了简短的报道 证实中共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15号的上午在北京开始举行 而中共的总书记习近平做了工作报告 并解救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是现代化的决定讨论稿 向全会说明 一如既往三中全会具体内容讳莫如深 会议开始这一天之间 各大中共的官媒先后发表了一连串的送赞改革的文章 星期一也就是7月15号的晚上 中共的官媒央视的新闻联播当中就播出了 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改革开放系列报道 以超过12分钟的篇幅 细数习近平自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以来 涉及的60项具体的任务 还有336项的改革举措 并且还列举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种种成果 而报道当中还指出 中共深化改革是全面发力 包括在经济上推动高质量的发展 政治上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 还要深化文化社会体制 生态文明等些领域的改革 最终则是中共自身的党建改革 要做到得罪千万人不负十四亿 而稍早之前的时候 中共的党媒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文章 强调历史已经证明 并且将继续的证明 习近平高瞻远瞩的重大判断 并且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必将在改革开放当中发展壮大 另外美国之音也在15号的时候 发表了一篇署名为邓玉文的评论文章 作者说今天的中国百姓已经不是全部都是顺民 也不想再做顺民 会通过各种方式曲折的反映这一点 他说油罐车会议事件发生在三中全会的前夕 说明当局在重大事件或者是重要的会议的召开之前 无论怎么严防死守 想要消除不稳定的因素 总是会有不测的事件发生 让当局破防 中国社会的各种燃点之多 远远超出当局的防堵能力和水平 甚至防堵本身就会衍生出不稳定的事件 比如中共的二十大 谁也没有想到胡锦涛被驾离的一幕 去年的十月份 又有谁会想到李克强会突然的离世 在社会的燃点多得数不生数的情形之下 当局即使是预设了一千套一万套的防堵的方案 而现实当中总是会有某个燃点超出他们的方案之外 从而点燃民众的不满情绪 这种困境是中共当局无法摆脱的 但是他必须做徒劳的努力 这既是一种政治惯性 也是现在社会的民怨实在是太大 所以当局在三中全会打出了改革旗号的同时 在会前也习惯性的加强了管控社会不出乱子 而民众之所以会越来越不满 也就是在于对现况的心态和认知发生了变化 北大国发院前不久公布了一个连续多年的报道 揭示了这一逆转 根据调查 受访者在回答人们为什么会贫穷的时候 过去前三轮也就是2004年到2014年 缺乏能力以及缺乏努力均位于前三位 相对的认为贫穷是因为机会不平等 只排在了第六位 认为贫穷是因为不公平的经济体制 只排在了第八位以及以下 但是去年认为贫穷是因为机会不平等 上升到了第一位 认为贫穷是因为不公平的经济体制 上升到了第三位 相对的认为缺乏能力下降到了第六位 认为缺乏努力下降到了第五位 作者说从这个调查就可以看到 在2004年到2014年这十年 人们对于贫穷的看法倾向于个人因素 认为是个人的能力或者是努力不够 而导致的 而在去年则更多的归咎于政策和体制的因素 这种对贫穷归因的认识的改变 既反映了多数人无力改变现状的无助和无奈感 也反映了人们对一个公平公正社会的需求 由此自生的社会不满就会更加的强烈 这当然会让当局感到害怕 然而当局也毫无办法 只能够是靠空洞的政治说教 以及政治惩戒以为可以敦促官员去抚慰群众 降低社会的不满 但是一辆油罐车恰到好处的在三中全会的前夕出现 让当局再一次目睹了躁动的民情 会议或会因此而开的有点惊心动魄 近来中国社会当中频频发生了各种暴力恶性事件 而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就说 根据多方的调查和多个数据的累积 表示中国社会当中的这些恶性事件并非偶然 而中国民众的心里目前有恶化的趋势 中国近期连续出现了两宗随机刺伤外国人的事件 英国金融时报在专题报道当中 引用了来自网络搜寻和公司机构等诸多的数据 指出这一切可能不是巧合 而是随着中国经济不振 社会氛围从乐观转向了悲观 甚至是利器变得越来越重 这也可能威胁中共当局以经济来换取社会和政权稳定的长期模式 根据报道说 去年中国的东部某城市 数十名的省级和地级的行政区的官员 聚集在了一场研讨会上 多名的官员就指出 注意到了网络当中不满的声浪正在激增 尽管是非政治性的也非组织性的 但是都受到了社会氛围所驱使 这种情绪来自贫富 官民不公 深知人心 许多年轻人失去了希望 虽然中国政府没有发布任何有关抗议活动的数据 但是自由之家表示 今年第一季度已知至少有655宗的异议事件 较去年的同期增加了21% 而中国劳工通讯就指出 去年已知至少近1800宗的劳动纠纷事件 与前年相比增加了100%以上 而中国最大的人力网站之一的 Boss直聘的运营商在年度报告当中就指出 去年平均每个月的用户数较前年增加了47% 而另外一个人力网列聘的财报则表示 去年上半年申请海外就业的用户数较前年的同期 暴增了92.9% 一名匿名的北京智库的学者表示 这些数据反映出在官方5%城镇失业率的表象之下 真正的失业情势十分的严峻 失业或减薪导致社会的利器越来越重 在该中国东部某城市的研讨会上 一名来自山东省的官员就表示 民众心理问题越来越严重 包括随机杀人在内的极端暴力事件变得越来越频繁 中国的司法数据显示 中国的各法院去年审理的刑事案件 较前一年增加了近16% 许多官方以及非官方的数据可以证实 中国民众的心理状况正在恶化 2018年到2023年间 百度有关心理健康的关键字的搜寻量 平均每年增加35% 而中国B站去年有关心理健康影片的观看数 较前一年增加了83% 关于解决焦虑抑郁还有压力的关键词的搜寻量 则增加了224% 中国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则指出 从2010年到2021年间 5岁到14岁的孩童的自杀率平均每年增加近10% 15岁到24岁的年轻人 从2010年到2017年间实现每年自杀率下降7% 但是从2017年至2021年 自杀率在4年间上升了20%多 一份2022年的调查就指出 中国的忧郁症案例当中一半是学生 英国伦敦大学的中国记刊去年的调查就发现 与2004年、2009年、2014年相比 中国民众的情绪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例如问及造成贫困的主要因素的时候 回答欠缺能力的民众从2004年至2014年 三次调查平均的60%以上 下降至了去年的30%出头 将其归因于不公平的经济体系的比率 则从20%出头上升到了超过35% 对过去五年间的家庭状况满意度 五年间周遭人士经济改善程度的感知 去年都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 这些情势让中共长期以来 以经济成长换取威权统治合法性的模式 面临考验 一名匿名的中国顶尖大学的史学教授悲观地表示 在中国强大的监控之下 习近平到此之前都不太可能面临严峻的挑战 但是美国政治学家裴米欣认为 监控成本所费不资 目前中国的监控系统能监控1%的人口 但是地方政府债务成科之下 若不满的民众的数字上升到2% 那中国将进入改革开放以来 所前所未见的未知领域 近日华尔街日报的一篇分析文章就说 中国多个城市多年以来为了发展当地的经济 举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7兆到11兆美元 而这个数据已经超过了中国中央政府债务的两倍 并且华尔街日报表示 这些债务恐怕连中国中央政府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这是来自台湾媒体中央市的报道说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信息显示 中国许多的城市多年以来为了经济发展 以不透明的融资方式 一共背负了7兆至11兆美元的隐形债务 是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推手 但是如今许多的荒凉闲置的公共设施 都象征着由债务带来的经济成长 如海市蜃楼 中国的未来远远没有保障 这篇报道以如今背负庞大债务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柳州市为例 说明这一现象不但是中国许多城市的缩影 也代表这种经济成长 不过是海市蜃楼 报道指出2019年初的时候 柳州市的官员们对柳州的未来充满信心 当时中国经济繁荣发展 柳州正在筹建新的工业区 高价轻轨系统也出具规模 而这些建设的资金来自复杂的国有融资平台 也就是替地方政府举债的融资平台 其他的城市也一样 这就造成了混乱的核心问题 当时柳州市一举筹集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 为当地的一座新工业区建设基础设施 一家中国国有的融资集团 在区内购置土地 并且开设饭店和游乐园 剩下的土地则处于闲置 如今许多的街道几乎空无一人 随处可见一排排烂尾废弃的建筑物 至于柳州市的轻轨建设也停滞不前 留下一条条没有完工的轨道和围离 挡住了行人的去路 报道支持 这些融资平台投资的开发项目 大多没有产生任何经济效益 过去三年 随着中国房市的恶化 仰赖出让土地给开发商获取收入的地方政府 已经无法如愿 有经济学家就估计 中国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的总规模 已经达到7兆到11兆美元 约为中国中央政府债务规模的两倍 但是实际的债务总额无人知晓 甚至连中国政府也不清楚 而这些债务当中有多达8000亿美元 面临很高的违约风险 报道提到 如果融资平台无法偿还这些债务 中国政府不是花钱救助 制造更大的问题 就是让融资平台破产 使中国银行业面临严重的损失 引发信贷紧缩 进一步削弱中国经济的成长 而这些不断上升的债务 显然阻碍中国采取更多的措施 来刺激经济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中国的地方官员们如今正在担责 像是前中共的柳州社委书记吴伟 2023年11月份的时候落马 罪名之一就是大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 除了柳州 中国贵州省的六盘水市为新设23个旅游区设立了6个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 其中一个是建在山上的滑雪场 但是这座山每年的积雪期通常不到两个月 根据中共的官方媒体报道说 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说 这23个旅游区当中已经有16个被列为了低效闲置的项目 而此外 中国的云南省有某一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 为建设艺术生活空间背负了84亿美元的债务 建成之后却没有足够的人愿意住进去 2021年当地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了云南省另外一家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 研究机构荣鼎集团就发现 2023年评估的近2900个中国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当中 只有五分之一有足够的现金支付短期债务和利息 以上述提到的柳州为例 经过这几年的变化 当地已公布财政报告的9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资金均陷入了紧缩 账面现金占总资产的比例不到5% 但是截至到2023年底的时候 这些融资平台的寄息债务总额直逼290亿美元 而柳州市政府名下的债务总额也有约120亿美元 报道指出尽管柳州对新开发计划投入了数十亿美元 但是该市全市2023年的GDP仍然略低于2019年 而同一期间柳州市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更大减了约30% 为此中国的财政部在2023年底的时候公开批评柳州的债务问题 并且点名批评八名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高阶主管 但是这并没有阻止柳州在今年的时候 仍然透过融资平台发行总额 仍然达到6.47亿美元的九档债券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到2028年的时候 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占物规模将比2022年大增60% 另外在星期一也就是7月15号的时候 中共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6月份新建住宅价格以9年以来最快的速度在下跌 尽管政府采取支持措施 试图控制供应过剩和提振信心 受到重创的房地产业仍然没有触底 根据路特社的报道说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6月份新建住宅的价格年减4.5% 创下了2015年6月份以来的最低 超越5月份的3.9%的跌幅 继5月单月下跌0.7%之后 6月份房价再度的月减0.7% 报道表示2021年爆发危机之后 中国的房地产业至今仍然是中国18兆美元经济的一大拖累 当局近期已经推出了一系列的支持的措施 包括降低大城市的买房成本 让地方政府去购买一些没有出售的 但是已经完工的房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